主料,高分127克,中分127克,冰水230毫升,酵母2克,猪油10克,老面团53克,辅量,蜂蜜6克,盐6克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将除了盐和油以外的材料全部投入面包机,搅拌15分钟,加入盐继续搅拌5分钟,再加入油再搅拌5分钟, 经济盖上保鲜膜时温发酵60分钟,面团基础发酵完毕,取出面团,烧排气,平均分割3分,加盖保鲜膜,中间松弛30分钟,操作台上撒粉,取一份面团排气后,盖顺掌条形,从脉下内卷起,放入吐司膜,整形好的吐司放在吐司盒里,盖上保鲜膜进行二次发酵,二次发酵120分钟, 在面团上摔上蛋液,烤箱190度预热,吐司膜放进已经预热好的烤箱,闪下火烤三十五分钟,托鲁托膜冷却即可,烹饪技巧 一,夏天室温高,面包机必须揭开盖子操作,二用冰水和面团,取得浓低面团温度的作用 三,烘烤过程中注意查看,上闪后立即将该吸纸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